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 中国的银行 一波 末日级的 大洪水级别的 雷 即将风险 无需蔓延 无需扩张 最新消息 来自于银行 大量出现一个产品 最近叫做退薪贷 我一看这个内容不得了 中国的银行开始乱掏了 搞了一个叫做什么 退薪贷 把薪水退掉 然后给一个贷款 这怎么回事呢 退薪贷是什么玩意 看上去很奇怪 这怎么给的贷款呢 这为什么会非常危险呢 我得给大家科普科普 这个退薪贷 来源于习近平 一顿烧烧做 在整顿金融风险的过程当中 彻底刺破了 中国的银行 还有房地产 诸多的金融泡沫 这个义气做了一个集中大爆发 进了一个连锁性的一个大爆发 这个不得了了 而且最近就刚好有个新闻 就中间有一个员工 因为什么 因为就退薪 就还是退薪这个问题 就现薪降薪这些事情 也可以看出现在中国 无论是公务员 银行 各行各业 蔓延的这种 退薪潮 降薪潮 将会对整个经济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这就完全不是个例 现在看来非常多 都推出了退薪贷 这句是科普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然后另外一头 什么欧盟 欧盟这边出大事了 欧盟这边正在酝酿 对中国整个制造业方方面面 跟随印尼的脚步 你有点意思 跟随印尼的脚步 将会对整个中国的制造业体系 进行全面的打击 全面的打击 那就彻底摊牌了 你细胞子不是刚先的普京吗 所以欧盟这边 其实就是一种正式回应 但细胞子不管 细胞子爱普丁丁 这就爱他爱的深层 所以这闹出大事件 另外一头就中国 各方面都出大问题 其中今天引用一下 胡锡进 胡锡进又巨亏了 胡锡进都开始了吗 开始发飙了 发飙了 你习近平怎么管的 胡锡进彻底的蜕变 你看忘记了他党员的身份 彻底蜕变为一 一名反贼 老胡变了 所以这中国整个经济完蛋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介绍一下这个 金融风险 先说银行这一块 这两天一个叫退薪贷 刷屏内在这个市场上面 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 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退薪工作有关 就据这个澎湃新闻报的 也强烈的官媒 2023年各上市银行向员工返向讨薪 超过这几千万甚至上亿 里面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都写在银行的上市年报里面 至少你看这个招商银行 哈尔滨银行等七家银行 都披露了去年 这个叫做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具体情况 里面扣回金额和合计5280万 你说这绩效薪酬一旦扣回 对消费肯定是毁灭性的 这几千万本来是可以什么 那现在好了 一下子这样弄 包括最近什么 那个公司开公司 那个叫做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补的这个事情 都是整个社会的水全部抽回去 有人觉得会给银行加钱 其实我感觉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这些钱都是存在银行 现在中国把现金放在家里面的很少 基本上钱都是存在银行 只是存在个人名义 你搞这个中国共产党想给银行搞钱 搞了一个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要死角 要人把钱放进去 其实只是左手放右手 银行的钱是没有多大 只是个可能就个人的钱 就放进了公司的账户 放进了公司的账户 这是个人没钱消费 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后果 对消费还有投资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钱其实没有多 有人觉得这个注册资本啊 会使很多人存钱进银行 这个钱本来都存在银行 只是换了个账户 所以银行总体的存款是没有增加的 但是对经济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追索退薪也一样 本来是这些人有点钱 现在一下子追索讨薪的话 对消费形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都是官方报道 绩效薪酬追索扣回 被戏称为银行向员工反向讨薪 就一些什么理由 说他这个没控制好 那个没控制好 实质上这个风险的爆发 就说这个贷款贷出去没讨回来 这个员工要负责任就说这个嘛 但其实经济的恶化 包括房地产 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法拍房 这都跟基层的贷款专员 其实并不是主要关系 现在找到基层贷款专员头上 其实是搞错 因为我不说其他 我说房地产 房地产的爆雷是基层贷款专员的错吗 肯定的不是 房地产的爆雷是中央政策的错 中央搞了个房租波炒 把房地产搞垮的嘛 还有比如一个人开培训班 本来开培训班还挺赚钱的 现在好了一下子把培训班砸了一个遍 后来陆陆续续有游击队做啊 这其实跟原来的大部队 产生的一个经济效应就差得多了 就打散了 你也说比现在有游击队在做 其实就跟原来的纳税规模 还有方方面面其实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都对整 其实中央把社会的经济搞垮 经济垮了之后 就现在这些违约了 现在好了赖到基层员工啊 包括这些中层管理头上 就说你们没管好 你们没控制好金融风险 包括基层的行长 我相信这些行 这基层的行长支行长苦不堪言 他们都懂这个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掏空了员工 来补原来银行的窟窿 但是掏空员工这个是贺责 这个是简直是引证止口 因为本来这个团队做得好好的嘛 银行就是不要团队啊 直接就这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导致更大的问题 而现在由于退薪呢 其实退薪里面肯定是有困难啊 有困难不单 不单止这个银行那个方方面面信托 都有退薪 而现在退由于退薪过程当中 很多人肯定就把钱花出去了 他那里有钱 那没钱怎么办 没钱就 现在银行就搞了一个叫退薪贷 就退薪 但是银行要干嘛 银行要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就给这些员工贷款 贷款了之后 让这些员工拿着这些贷款来 来到退薪 来到退薪 这就对该名员工形成了一个重压 之后他一直就 之后那当然他也没钱啊 这个不给他贷款的话 他也没钱退薪 那之后他要这个员工要还这个贷款 那之后一直就背着这个贷款 本来好好这个每个月这个银行是高收入人权 给社会支付大量的这个消费 就是社会消费的一个主力军 结果这群人一下子就被掏空了 掏空了干嘛 补银行这个窟窿 这其实没有任何 因为中国应该 我不说派钱 中国应该派钱 不单只派钱 最起码把这个金融放宽 现在不会放宽 现在对于贷款 对于什么还要收紧 其实那这些员工 因为由于银行的这个绩效的降低呢 这些员工很可能还面临失业 不单只退薪 退薪之后可能失业就接踵而来 然后他又背上了这个退薪贷款 为了完成这个退薪指标 现在搞这个退薪贷 他们背了这个贷款 然后就失业了 有这种可能性 失业之后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两天 很多人在刷屏中金公司 有员工就是不要命了 这个命不要了 这个由于也是这种退薪降薪的影响 所以现在对整个金融圈 可以给人讲出毁灭线的打击 对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本来的这这种新陈代谢全部堵住 全部堵住 消费也没有了 然后这些人 工作状态这么差的情况下 而且本质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金融风险是由中央错误的政策导致的 这个东西也没有纠正 所以该纠错的没有纠错 但是把这个责任把这个压力全部搞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那就对中国整体你说方方面面 那就全全得爆了 而且中国最近我们都看到比如这个极端天气的家具 长江中下游全部淹的 最近这个湖南那都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 江苏省省惠南京已经发布了第二高的鸿讯警告 包括这个什么克伦进入江苏省内的江段航行 中国水利资源部周二说 长江中下游江段的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 另外江西境内的波阳湖水位上涨 也受到了严密的监控 这个这个还有湖南 湖南长沙是最惨的 湖南长沙 湖南江平县 平江县 平江县 这个大批的民众 全部这个受困 达到了70多年以来最高的水位 平江全县34万人受灾 冲毁桥梁道路2600多处 地方政府的没钱2600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 这地方政府本来也没钱 那一旦冲毁之后 这个维修很成问题 因为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比如北京当时那个小清河 是吧 小清河 半年都没有维修 当时也是什么什么这个夹编沟 这个门头勾 冲垮了 冲垮了 半年了 大半年都没有修下来一个桥 还是首都北京呢 因为地方政府非常困难 上海政府也很困难 那很多工厂农作物 这个经济损失达到几亿 很多人这个无以为继 后面这些全部会成为什么 全部会成为灾民 流民 乱民 所以这整个社会的全部乱套 全部乱套 那另外一头中国政府啊 本身政策还继续错误 最近有时候搞一些还在搞 比如我们看到啊 就是什么打破行业垄断 哎 这反垄断跟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这么理解的 有的有些人 怎么一边在反垄断 什么全国大市场 一边在搞搞这些东西 其实中国共产党 现在就是全面国进民退 反垄断啊 还有地区封锁 这些针对的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要抢民营企业的放软 民营企业不给抢 哎你就是行业垄断 民营企业有竞争力啊 国有企业抢不了民营企业的饭碗 这就是行业垄断啊 明白了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 其实也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 大面积的这种 这种叫做 计划经济化啊 全面走回计划经济啊 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回头看 习近平非常清晰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根本就是全面回到 人民公社全面回到这个计划 计划经济一大二公 根本就是 所有针对民营企业都毁灭他们 是吧 那这这些所谓打破垄断 主要就是要来整民营企业 那中国经济能好吗 好不了 老百姓都全部钱都被被抛光 有点钱 银行有点钱 公务员有点钱 公务员也不放过 最后钱全部支持俄罗斯 全部支持俄罗斯 三天两头建一次 我都说了 中国的省各省市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比如现在洪水 习近平一两个月就建一次普丁 习近平建普丁的频率比建本国省省长都多 那省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他不管 他天天就去见普丁 我这变态吗 这习近平这个变态 是人 你说这这仗怎么打 还要在那一两个月整套班子 王毅 蔡奇 现在的他们管 整套全部说了算的全 全部天天就围着这个普丁转 本国所有问题的洪水滔天 那个金融爆雷 股市跌破三千点 全部不用管 全部不用管 你说中国中国还说 俄乌战争跟他没关系 我看关系大了 所以胡锡进也是也是跳脚了 胡锡进现在 整个就是抱怨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反弹 什么原因 胡锡进彻底感到悔恨 这个感到沉痛的教训 深深的感到受到被割的韭菜 胡锡进呢 说了现在很多行业非常疲软 这是不是唱衰中国经济 老胡出来唱衰中国经济 为什么连跌不止 为什么 这些股票一跌再跌 老胡说他买早了 不会买早 什么时候买都亏 什么时候买都亏 老胡现在简直都发飙了 对着习近平飙 你胡锡进拍板 跟习近平叫板 另外一头你说中国国内已经这么困难了 胡锡进都跳来跳去了 外国这边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欧盟 我们说说欧盟 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正在筹划对中国插音 还有中国插多多 插多多的廉价中国商品 我建议美国之音在廉价上面 加上劣质 廉价劣质的中国商品 不要搞得我们好像针对它廉价一样 主要是质量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搞清楚 为了保护消费人 你看中国政府都会装 我建议外国政府还是要学一下 说话要好听点 我们不是针对它廉价 针对质量不过关 对消费者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反正说印象道理外 欧盟的继续出手 不单止什么车 中国的车也好 欧盟委员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建议取消现行的150欧元 免税门槛 保护欧洲的消费者不要受到 还有亚马逊上面 有很多中国商家 卖的东西都都不行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发货的到到外面的 我也是深受其害 买有时候就还要心比较大的 这个有些东西上来了 没想到买的特差 特差 那就是非常差 没想到这么差 所以这个 欧盟啊 对于中国 以前就150欧元就不用交关税 现在不行了 根据欧盟 2023年进口了23亿件 不得了这么多 绝大部分全是中国来的 这23亿件就称 你想23亿件商品 今年还在不断增长 因为这个漏洞还在 23亿件 这是中国多少人的饭碗 我建议大家想想 一年就欧盟23亿件 还没算美国 还没有算日本 因为有些你比如在 其实也也有一些这个人 会图这个便宜嘛 就经常的会买到这些 这个劣质的商品 劣质的商品 哎呦 我这 这不行呢 这不行呢 真的 很多时候这造成了 你说造成身心 有些那个衣服穿 穿的可能这 都会得皮肤病 都得皮肤病 那那就又又加剧了 当地的医疗负担 哎 所以不是开玩笑 中国那些玩意真不能弄 真不能弄 啊 这个 这个 就 20 但回头就说 对中国影响 23亿件一连 那 里面所有小商品都有 有衣服 有鞋子 有 各种 有的水杯 水杯肯定不行 这水装的喝进肚子里面可能不行 之前那个水杯都超标几百倍啊 那个不行 水喝进肚子的绝对不行 衣服有些也不行 尤其这个内衣 这个 哎呦 这个有时候你说穿的皮肤都过敏怎么办 所以不行不行 都不行啊 这个 有时候你就感觉没什么事的东西都不行啊 都都尽量就别买这个 啊 造成个意想不到的损失 所以 所以啊 啊 这个欧盟现在 也是 造成啊 这个海关工作的一个负担 他说 也也造成呢 就是就中国正是太太乱透了 很多东西要造造成各种影响啊 各种影响 各种影响 所以啊 欧盟也 中国什么都拿这个来卖啊 就会150欧元 这个还是很多商品都可以覆盖 最终就会打垮当地的很多产业 造成这个整个社会低端化 本来欧洲的很多的这个国家是非常有品味的嘛 那中国的廉价的 比如的廉价的一些这个碗啊 人家用的很好的碗 但有这图片也不断的搞搞下去啊 所以这对整个社会造造成很很不好的影响 很不好的影响 就是中国这个赚的这些黑心钱去支援俄罗斯 所以这这没意思啊 这欧盟啊 现在也也是注意到了 彻底取消 美国还没行动起来 美国太慢了 但150欧元确实有点多 美国好像标准没这么高 150欧元你想能能卖很多东西啊 一台单车都能卖了啊 那那啊 那就这个情况 所以这家 反正就23亿件啊 我们瞄准这个关键的数据 2023亿件商品啊 全部以后就没得做了 这都都全部刨掉 这其实对行业非常多样化 现在在做这种跨境电商的行业什么都有 我说一个碗也有什么有 这些全部全部搞掉 全部搞掉啊 有些这还还得来路不明 中国有些糖果啊 这些你咋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中国的什么辣条啊 这哇这些东西哪里哪里能给吃吗 有有些乱七八糟的假冒伪劣产品啊 改改了个名字啊 人家叫叫什么巧克力 他也不知道什么中国什么巧克力 哇 然后要是给欧洲这个很好的个小朋友 吃了中国的劣质巧克力 那还得了呢 是啊 这这些全部要取消啊 全部取消啊 所以 这也将会对本来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 制造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内部啊 本来啊 这这些退薪啊 就就造成金融风险的扩张啊 那蔓延最后整个中国经济 所以我我们现在看到了啊 一个是其实根本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开道车 搞国际民退啊 个资源俄罗斯 这造成就这个是根源啊 这个是跟着搞搞什么 航空母舰的搞搞半天 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以外 没有其他的啊 然后老百姓就被抽抽贷啊 抽抽贷抽工资 那最后这个欠欠还欠债 打了半天工还欠债 欠债失业啊 所以这整个消费毁灭外外面没有办法 你中国的啊 在这样卷下去 输出输出类卷啊 其实不是就是过剩产 输出类卷 外面肯定也警惕 那最后没有办法 最后啊 中国完蛋 那先说那么多啊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